大家好,本人是陳隆宇 以下要講的內容是 陳隆宇破解命理謬論 那這裡的 命理謬論 是我自己認為的 別人可能以為這個是 命理的真理 那這個 也不用辯論 這個每個人想的不一樣 那你能接受我的想法的人 你再繼續看下去 不能接受的,你就不要看了 這個不用強求 那這個是我自己認為的 就是 算命是洩漏天機嗎? 幫人算命會有後遺症嗎? 這個問題很多人在問我 那我就在這邊做個解釋 我認為說 算命他只是 在推演一個人的 先天命格 及後天運勢 那什麼叫先天命格? 什麼叫後天運勢? 這個應該蠻多人都知道的 你只要有學過命理的人都知道 命格 我用比較淺白的來講 命格 他就像一個杯子 比如說杯子做出來 這杯子多大多小 他就已經是固定的了 對不對? 比如說他200cc的 500cc的 做出來 他的杯子就已經固定多大多小 什麼材質的就已經固定了 或者說車子 一輛車子 車子做出來 他的性能 他的安全性或什麼 他都已經固定了嗎? 他能跑多快 最高級速能跑多快 他都已經固定好了 那個就是類似一個人的命格 命格一生出來 就已經註定說 你這個人命格大小 是怎麼樣的 註定好的 那什麼是運勢? 運勢是指後天的 後天的運 那以紫薇八字來講的話 就是每10年10年 每10年10年有不同的大線 他們叫大線 然後每年每年有不同的流年 這個都叫做後天的運勢 那後天運勢能不能改? 可以 但是不是很好改 那命格可不可以改? 也可以 但是更難改 除非說 有些人大策大悟 然後出家了 或是說去遠離人群去修行的 那個才有辦法改 你一般的人命格是很難改的 你今天如果說 好你改了之後 那你再去找其他人算命 那個人就算不準了 有些人說 自己個性改一改 然後命格跟著就改了 那如果這樣子 就不會有一句成語叫江山易改 本性難移 通常就是 因為你個性很難改 所以你日後再去給人家算命 他一樣可以算得準 那運勢 他可以達到趨吉避凶 比如說你先算出來 你知道說哪一年不好 然後哪一年比較好 好的那一年去衝嗎 不好那一年就守一點 這個是可以 但是一般你如果沒有算 你如果自己 依照著自己的軌跡這樣去走的話 那你就很難避免 好很難避免這個運勢的高高低低奇奇虎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其方法不外乎是一種數學的統計跟演算 好這等一下我會解釋 為什麼是數學統計跟演算 那如果計算數學不是洩漏天機 那算命怎麼會是洩漏天機 好這數學 這學生老師這個每天在那邊算 如果這是洩漏天機的話 那那些學生數學 那個數學老師怎麼辦 好而且如果真的是天機 那一般的環乎數值 就無法虧看了 好你認為如果真的是天機 那他會洩漏給我們一般人知道嗎 好我們這些命理老師也是一般人而已啊 好我們可以有辦法虧看天機嗎 好那為什麼我說他是一種數學 好我舉這個 紫薇斗數啊 來說給你說給你看看啊 這個紫薇斗數他的名稱是怎麼來的 紫薇 就說以紫薇星為首 加上其他的一百多顆心數 在命盤上做一種統計演算的一種論命方式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一個數學嘛 只是他算的不是那些 我們教的運算公式算出什麼多少多少錢多少個 多少答案多少那個數字什麼的 就不是那個 他算的是人的命運 先天的命格跟後天運勢 只是算出來的那個結果 跟一般的數學不一樣 但是事實上他就是用數學的演算 統計方式來算出來的 好 那算命雖然不是洩漏天機 但卻會牽涉到強出頭 即單業力 這個才是真正會導致 花胸 你幫他算命 為什麼有時候會有覺得好像會花胸 的那種 症狀 那個 是因為強出頭跟單業力 而不是洩漏天機 這才是幫人算命者一定要知道並奉行的歸念 好 那什麼是強出頭 什麼是單業力 這個 這個在上過我的四字班的學員每個都會知道 因為我每一班的四字班上都會講 因為這很重要 但是有些學員一開始不相信 等到他們長告這個苦口 這時候他就知道了 什麼叫強出頭 簡單講就是說對方沒有請你幫他算 然後你自己就強出頭來幫他算 為什麼不能這樣子 對方他有他一定的業力存在 每個人 他或多或少都會有累事的一些業力存在 所以他這輩子如果倒楣 遇到什麼事情 有可能就是他業力還沒有受完 那你 他假設說業力還有這麼多沒有受完 那你強出頭了 你幫他解決了 那這些業力要跑去哪裡 業力他不會無緣無故消失 那他就是 反饋在你身上 那你就必須要替他承擔這麼多的業力 那如果說今天他自己主動來找你算的 那這有沒有關係 這沒有關係 這代表說他就是這件事情的業力 他已經承擔完了 他才會來找你算 包括像普掛 羊仔 鷹仔什麼那些都一樣 好像羊仔也是一樣 尤其羊仔更明顯 因為羊仔的功效比較大 這更明顯 鷹仔也是 羊仔鷹仔的功效都很大 這很明顯 像我的羊仔班的學員 一開始很多都不相信 不相信 不相信說強出頭會出事 他們為什麼不相信 因為他們以前學的 他們以前在奇卡老師那邊學過羊仔啊 然後奇卡老師也沒有跟他講說不能強出頭 然後他們強出頭也都不會怎麼樣 那後來 奇怪學了我的羊仔之後 我跟他講說不能強出頭 他們都不相信 一開始都不相信 一開始想說 奇怪我之前都不會怎麼樣 為什麼 陳農宇說不能強出頭 他就不相信 然後就去做 結果 就真的發生事情了 這個例子很多很多 非常多 常常就有學員打電話來跟我講 假設他強出頭了 然後 然後 回饋到什麼 反饋到什麼 症狀了什麼 一個月生病 然後不能動 或者一個月沒業績 這很多 好 那為什麼會 會這樣子 為什麼會他在奇卡老師那邊 就沒關係 然後上過我的課之後 強出頭就出事 這不是我的詛咒 這是因為他在其他老師那邊 學的東西 根本就不會準 你根本不會準的東西 你強出頭去告訴對方 對方根本就沒有獲得好處 他根本就沒有把這些業力解除 那今天我教的東西會準 所以他利用我教的東西去強出頭 去幫人家解決問題 對方問題解決了 那對方該承受那些壓力 那些業力 就回饋到身上 反饋到身上 所以他就出事了 就是這樣子 簡單講就是他之前學的東西不會準 他如果用會準的東西 然後幫對方解決問題 那他就必須要承擔強出頭的那些業力 就是這樣子 那還有就是你如果沒有收紅包 那你要承擔業力 沒有收紅包這個業力還比較小 最主要是強出頭 所以 你們如果要幫人家 服務的人 武術服務的人 三一命相譜這種的 包括中醫也是 中醫我也聽過很多 強出頭的也是很多 都出事情 千萬不能夠強出頭 好 那我們就講到這邊 好